詞曲 李宗盛 沒有轉變 它一直是存在於我體內的 不同的面向 畢竟每個混蛋的身體 也都住在一個受傷的心 就是說我也認識很多 充滿愛的大流氓 你用約定俗成的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我是一個雙子座 我本來就是有很多很多面向 小天他們以前都叫我24個比例 意思說體內住著很多重的人格 那我雖然有著一個兇狠的外表 有時候會做出一些瘋狂的行為 好像十分的爆裂 但是我當然也有一顆非常溫柔的敏感的心 那所以它並不是轉變 它只是因為不同的階段 你面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題材 你會有不同的發揮 而我也覺得Manga是一部很溫柔的電影 其實對我而言 它還是一部溫柔的電影 充滿感情的電影 那只是它有一個黑道的背景 還有一個動作片的我期待的觀影經驗 但它裡面講的還是人還是情 還是我們每個人都在面對的情感的問題 那我會要拍這部電影 其實有一個很核心的創作上的一個基礎 就是我透過發生在自己生命當中的一些經驗 我才發現雖然談過那麼多次戀愛 雖然隨著歲月的歷練 隨著你自己的成長 你以為你已經懂得愛了 你以為你從那個十幾歲莽撞少年 只想把對方鋪倒 到你慢慢懂得傾聽 懂得付出 好像知道了所謂的尊重 但是你真的就懂得愛了嗎 不懂 我在08年的時候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 讓我才發現 原來我一直曲解了愛的意義 簡單來講就是 在關係當中 我們一不小心就會只想到自己 而忘了對方 我們總是希望有人陪伴我 理解我 支持我 我生命失落的那一角 要遇到誰才得以成為一個緣 當我跟你說我好想你喔 我好愛你喔 那背後可能都是在說 我好無聊 我好寂寞 你趕快來陪我 什麼都是我我我 我們有一個自己心裡面 理想的伴侶的形象 於是好像寫了一個劇本 要找到一個角色 來符合那個期待 但這不是啊 其實真正的愛 應該是你 應該是對方 是對方需要什麼 對方怎麼樣才會快樂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愛 我有一個長期合作的創作夥伴 他甚至是共同作者 就是都是跟他一起編劇 然後是由他執筆 並且總期成曾麗婷小姐 那他不只是編劇 他其實等於是共同作者 因為是我們一起想要拍什麼 一起討論 不斷的爭吵拉扯 然後他也會參與很多部分環節 比方說他這次同時也是剪接指導 那我們的合作已經很久了 就是從01年開始 那這次還有另外一位 我北京的好朋友 叫汪晴南 因為北京的部分 我們真的還是很多地道的細節的 用北京話來講要接地氣 你就必須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從圖裡面長出來的花 那所以也找了一個北京很好的編劇 他主要是負責北京的部分 那我參與了北京的討論發想 他寫的初稿 然後最後全部再回到 在北京的部分 他寫的初稿 然後再回到曾立廷 那台北的部分都是曾立廷之筆 那我是編劇之一 是共同編劇 再來我對我自己簡單的來講 我就希望我可以莫忘初衷地拍出我心裡面 覺得真正好看的電影 然後我相信可以透過這一部部好看的電影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可以讓這些好看的電影 透過這些好看的電影 可以重建台灣電影工業 並且促成或者貢獻給華語電影國度的降臨 這個是我最大的夢想跟目標 然後這也是我能夠支撐我面對這麼 這麼辛苦的 這麼壓力巨大的 這麼全面的投入電影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如果只是為了自己的名氣 為了自己創作欲望滿足 為了自己財富的增加 我都撐不住 而是真的是有一個很大的愛 很大的很大的 然後很大的我充滿感激 就是我越這樣我越謙卑的原因是 那我是怎麼就能拍出這一部一部的電影呢 我是怎麼樣就能夠跟你們有個連結 帶來感動呢 這很神秘 這是老天爺給我的能力跟禮物 我想完全的貢獻給這個世界 這個是我現在很清楚的感受 我永遠記得小的時候看到一則廣告 在一個pop的牆上 綠色的 是海泥跟啤酒的廣告 它只有一行字 一瓶啤酒 它說 若你釀出了真正好喝的啤酒 你根本不必生思力竭的自吹自擂 現在開始拍電影賣電影 一不小心就要流於自吹自擂的狀態 我實質會想到這則廣告提醒自己 所以我並不想鼓動我的如黃之蛇 遊說大家進戲院去看這部電影 我只能說真的有一群人 他們有著對 對自己工作的熱愛 對電影的專業 對這個世界的熱情 他們相遇了 然後他們盡心盡力地拍出了一部 充滿愛的電影 然後 他就在那裡 然後他 他可以跟很多人有溝通有交流 因為 透過那些不同年齡 不同身份 不同困境的角色 我們或多或少都可以在裡面 跟著哭跟著笑 並且離開電影音樂的時候 為自己帶走一點什麼吧 我希望